因為有句話叫西朗帝 死人直直念的直 意思就是我在死前 可能看到我被分屍了 那我就想找回屍體 所以我就一直去做這件事情 我在8現場 帶動聲音直擊社會新聞的第一犯罪實況 我是主持人陳峰德 前一集我們談到了板橋分屍案 一名健身教練朱俊穎 Garry懷疑台大碩士班畢業的女朋友 Jasmine勤辯 欺騙了自己 於是在住家裡面把女友給殺害 並且肢解成了16塊 分別裝在8個塑膠袋裡面 嘗試在社區的花圃還有水溝底下 最後被警方發現之後 Garry選擇上吊輕聲 還留下遺書 還說對不起爸爸媽媽 知道自己有病 雖然有吃藥 但是一陷入瘋狂 腦袋就會陷入空白 等等的詳細的偵辦經過 不過其實這個案件 還有種種的靈異現象 以及背後的謎團 至今仍然無法解開 那我們先介紹一下自己的來賓 是找鬼記者 錯別字賴正凱 我都稱他賴凱 賴凱嗨 大家好 我是錯別字 我喜歡鬼話的影片 但我不胡說八道 你真的不胡說八道 我不胡說八道 其實賴凱如果老聽眾的話 會知道說他在第一季的 EP11還有EP12 就曾經邀請他來談過兩起命案 分別是台南搬運會枯的消防栓 還有一個竹林白骨命案 如果大家還沒有聽到 或者是忘記這兩集到底在聊什麼了 可以在我聽完這一集之後 可以再回頭翻譯一下 我們當時到底聊了什麼這樣子 其實蠻多聽眾蠻喜歡你的 真的嗎 真的 是因為顏值嗎 不是 你會不會講話 很多人被你全粉 他們都聽的 有些不是用看的 他們不知道 不知道你長得那麼帥 那還是不讓你給他們看好了 對 不知道你長 我們現在戴口罩也看不出來 好不好 因為很多人被你全粉 所以我們才邀請 特別是鬼月 現在是鬼月的期間 所以特別要賴凱來談一下 我們一系列關於一些禮奇的名字 特別是板橋分射 他的一些難以解釋的一些狀況 OK 那你從我們上次錄完音之後 你也要去找什麼鬼嗎 還是有 其實明天就會去了 明天要去哪 明天是要去 大家應該有點印象是 宜蘭有一個廢棄遊樂園 然後有一個人被發現 就是夜遊團去探險 結果發現了大體 然後更怪的是大體在生前 還竟然在自己的腳邊放腳尾犯這些 為甚麼 他死了 然後把腳尾犯 他就是在生前 他在死 親生之前 他先把腳尾犯那些都放在腳邊 然後再燒探 所以那時候他被發現的時候 就看到有腳尾犯 然後是大體這樣 然後我們可能要去那邊走一走 你 好 可是農曆七月 沒辦法 你總不能聖誕節去 人家覺得你更怪 那你要準備好一些護身符 有護身符 然後有帶老師 我還是很怕 所以我一定會帶老師去 你要我單獨去 我是不可能 是嗎 我其實會怕 一定都會找老師去 對會啊 其實這一集跟奈凱想要細談的 就是板橋分屍案中有一段相當難以解釋的經過 就是對於分屍 毀屍 或者是這種死無全屍 他們對亡死之人到底有什麼樣的影響 請聽這一集的我在案發現場 我們先把時間推回 2018年5月20號這一天 其實Gary跟Jasmine 他們一家人用餐 那一天到底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 賴凱 其實那時候他們在吃飯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應該是沒有不對勁的 對不對 他們那時候談笑風生 甚至他們還提到說會有結婚 然後甚至還秀戒指 對 所以就以爸媽而言 其實坦白講 這樣講好像不太對 你看那個兇嫌的照片 長得算帥 很帥很壯 對 然後他又是健身教練 然後他種種的條件 感覺就是一個還蠻nice 蠻不錯的 對啊 但是只有在他的女友 就是他女兒才知道說 其實我的男友一直都有問題 但當下也沒有顯現出來 況且他又是他第一任男友 所以他可能在感情處理上面 他女兒沒有做得這麼的好 警覺性也沒這麼的高 才進而會延伸出這樣子的一個悲劇 所以當下他們其實事後回想的時候 沒有什麼閃爍 講話發抖 但是有個地方很怪 是那時候好像我記得他們有穿的是 因為死者他有穿一點衣服 好像刻意要遮住身上的一些傷口 他們家屬在事後回想才發現 那會不會是他男友的家暴一些跡象 但其實都一切來玩 所以那一天 這是Jasmine她的媽媽在用餐完之後 有沒有覺得一些怪怪的地方 其實坦白講一開始是沒有的 但是因為我們也看過兇賢的照片 他的外型跟什麼 談吐什麼的 甚至他還講到他去考國外的一個 拳擊教練證來台灣賺錢等等 所以他媽媽那時候是覺得他這個不錯 但事後他在回想的時候 他有發現像他女兒穿的衣服 好像刻意要遮掩他身上的一些傷口 以及他在過世 應該不是說那時候他不知道他女兒過世 是他女兒找不到 聯絡不到 然後他就是覺得很怪 然後還發臉書等等的 在這個過程中他有發生身體不舒服 心悸那種感覺 你說這個媽媽是不是 對 但是之前他沒有什麼樣的 這樣的問題 他沒有什麼心臟病 或是沒有長時間這樣 所以後來就是悲劇發生了 他在回想說我發生心悸 跟這個悲劇的時間點一重合一疊合 才發現好像就是他女兒 遭到殺害的那時候他產生心事 所以有點像是我們大家講說 這種母女連心的感覺就對了 對 就是我們常聽到雙胞胎出生的 他可能都會有一些心電感應 有這樣的說法 心電感應 甚至誇張一點的是 可能哪邊各個手受傷了 打籃球手骨折了 結果弟弟明明在彈鋼琴 他在家裡 他也突然間覺得手怎麼痛了一下 後來才發現我哥竟然手骨折 跟我同樣地方 有這樣聽過 但是科學要去怎麼證實 其實還沒有到完全鐵證 但是確實很常發生這種案例 對 因為其實像我們過去談過的一個集數 就是三重黃林凱的案子 也有類似的狀況 也就是說那個時候死者 他的雙胞胎的姐姐 他當時就在記者會的時候就有講到說 他感覺全身很冷這樣子 然後感覺非常不對勁 後來也是時間一疊合之後 就發現說 那個就是他的妹妹當時死的時間 所以其實像這種血肉相連的心電感應 民俗上到底要怎麼去解釋 其實血肉相連這種心電感應 我跟老師聊過 甚至我之前也去問這個部分 他們是提到說 他們用一個比喻來比喻 例如我現在取你的頭髮跟指甲 對不對 然後你們應該看過一枚道長 你們印象中這一段 他拿他的手指印塞進泥娃娃裡面 然後拿針去搓他手 他手就會痛 這樣可以做一個聯繫 就是你身體的一部分的延伸 你姐妹本身其實也是源自於父母的卵子精子 也是這樣的延伸 你們本身本體就是有種連結 所以你不論是說 像是這樣的情況下 A怎麼樣了 B會有點連結 可能是在那個timing上對到 但或者是事後用法術來講 我抓你頭髮或是你一些穿過的衣服 這些等等的 我一樣可以做一個連結 還有人很常聽到就是託夢 對不對 我的親人過世或是誰過世的 結果我夢到他了 這個託夢也是一種連結 為什麼不去託別人要託自己 是因為職場的關係嗎 對 其實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怎麼夢到我死去的 什麼舅舅什麼的 遠親 然後他自己兒子說 我怎麼沒夢到我爸爸 其實這不是因為你可以說是血緣進的 資產會比較容易 但是也有發生過 他是遠親夢見的 那只能說他們的那個資產會比較近 那沒有一定 對這個是沒有一定的 其實關於這一方面的心電感應 我相信還有非常多的案件 像你自己所了解的 好像也有過類似的案件是不是 對 像說如果想要講心電感應的話 我之前跑過一起 他有點不像心電感應 也可以說是心電感應 他是發生在台北市內湖的那一起案件 對 他當時是有一個 我簡單概述這個案件 他是一個女老師 他被人發現時 他是在洗車 就他沉屍在旁邊 然後他的衣服是衣衫不整 就死在他的車旁邊 對 然後他那時候他正在洗車 當時你看到衣衫不整 然後又在地下室 所以警方甚至觀眾 你們的第一想法就是 一定是性侵 沒錯 對不對 他會這麼做的一定是成年男子 所以警方那時一發生的時候 就馬上吵的是可能暗戀他的男老師 還是學校的哪些什麼保全人員 工作人員入過心生歹念 可是在這個過程中 他怎麼辦都沒有辦不成 就是找不到兇賢 所有的兇賢都一一被剃除 那很令人難過的是他爸爸 這位死者的爸爸 他是當時是中正一分局副分局長 我沒記錯的話 然後他當時知道 女兒這件事情發生時 他也全力去偵辦 直到但是一直破不了案 一直破不了案 事隔十幾多年 直到他後來轉到基隆去 當基隆分局長之後 有一天他在辦公室 因為畢竟愛女心切 所以他女兒的照片 他始終放在辦公室的一個櫃子上 他就有一天突然間 那個照片就啪就整個掉下來 倒下來是不是 倒下來 對 他也不會覺得可能撞到還是風吹 有可能他再把他拿起來 再去做事情 第二次又掉下來 所以他當時又覺得 他爸第一個閃過念頭就是 是不是要破案 他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他什麼樣的想法都不知道 就是閃過說好像破案 沒多久他在開車的時候 他的廣播就聽到這件案件增破 這個時間點的timing 當然你可以解釋說風吹 但是我覺得這個時間點的巧合跟timing 太讓人不難去想像這件事情 其實這期板橋分事案 還有蠻奇怪的一點 當屍體被找出來後 他的頭髮是被剃光的 而且他並不是單純的用那種剪刀 把他的長髮全部剪掉而已 然後那種會剪得很像那種亂啃的那種 或很亂 狗咬的 對像狗咬的一樣 但他依照他的照片 就是隊長描述他的彩真照片 他是用推子幾乎把他的頭髮推平 像小平頭一樣 所以Jasmine被發現的時候 他被斬斷的頭顱上面 幾乎就是一個小平頭 像到底為什麼 Gary為什麼會做這樣的事情 依你的判斷是什麼 我們其實跑社會案件甚至那麼多 甚至我們做這種民俗的 也要長時間去找 因為命案才會有鬼 對啊 這種邏輯 其實我們有可以分成兩種來講 我們就以先講心理上面的狀態 還是先講民俗 先講民俗好了 我們先講民俗好了 畢竟是找鬼的 民俗來講最常聽到的就是 替法 蛙眼 拔舌 要不就是拿 像剛剛內琦內湖的女老師 她還有一個奇怪的點是 她當時被發現 她的整張臉是被用泥土包起來的 泥土包起來 對 泥土整個把臉包起來 很像是那個甕油機包起來 拿去甕油那種泥土包起來的 後來凶賢也說 那是她聽她奶奶講 這樣子可以讓死者不會來報仇 後來找到這個凶手到底是誰 好我們先跳回去講完 這個我剛才講的 對 這個兇手其實是個大爆點 這個兇手竟然是一個15歲跟11歲的小男生 學校的學生就對了 是不是學生有點忘了 但是他就是一個15歲跟11歲的兩個小屁孩 因為在家裡看A片 看到性衝動 然後就相揪出去不知道找目標 才找到這個女老師 那為什麼破不了案件 是因為當時的辦案員警 誰會想到是一個小男孩 而且年紀差有點多 二來是他們的現場沒有第一時間的保存 所以很多人都有去現場看 所以他的車子上面布滿很多人的指紋 對 所以當時警方在車子跟相關的地方 採集到小朋友的指紋時 都一律全部剔除 對 所以他們就是一個盲點這樣 好我們再回到那個TIFA的部分 對 所以說在TIFA或挖蛇或是拔眼 他們都認為說 我讓你到了陰間地府 沒有辦法去找到路報仇 沒有辦法說出兇手是誰 會有這樣的想法 那TIFA其實跟另外一種就是拔掉人家 因為聽過人家死者全裸 很多 因為要埋遺事 我不知道為什麼很多都會拔這種全裸 對 就是把衣服全部拔光了 在民俗上來講 TIFA跟全裸都是讓你羞於見人或是見鬼 讓你不敢出去見人 不敢去找閻羅王 對 或是不敢去告陰狀 到了王死成你可能什麼話都不敢講 這是一種說法在民俗上 但是我們以心理學來講 其實也想得通 因為剛剛我們提到 兇嫌懷疑自己女友變心 所以他可能是促意很深 他也許會認為說 我把你頭髮全部剃掉 我讓你毀你的容 甚至做泄憤 像之前有一期案件是 也是恐怖情人 也是一個男的高材生 把他的女友的眼睛挖掉 就該死 我忘記那個名字 沒關係 他就是把他眼睛挖掉 那是因為他生前的女友 他眼睛很漂亮 對 他就覺得說 你就是用這副眼睛去勾別人 所以他就泄憤 在殺人的時候喪失理智 就把他眼睛整個挖掉 就是讓他不能再勾引別人 對 他是一種心理的反射作用 應該是說心理狀態的反射作用 有一種泄憤的概念 所以Gary可能把Jasmine的頭髮剃掉 也是為了這件事情 另外像高大成他有提出一個見解 我覺得他講的也很對 就是說不定他在生前 就是以虐待的方式吵架綁起來 然後用剃刀邊剃邊幹嘛 最後才把他結束掉 殺掉就對了 所以有可能Jasmine在活著的時候 可能就被控制了 有可能 然後可能他在這段期間裡面 就被Gary拿著剃刀 慢慢的把他頭髮推掉說 你不乖乖的 你在變心這樣子 然後後來最後忍不住還是把他殺了 對 因為他可能女生也會嗆他 或是反那個吵架 也許我們畢竟不是當事人 但是我們以過去的很多的命案來推敲 這種是有這種可能的發生 反而可能把殺掉之後再剃 好像不太可能 也曾經有遇過這種的 但是高大成高老師他所提出來的見解 我覺得是蠻合邏輯的 後來這個案子到了最後 Jasmine的頭髮還有內臟 到現在為止都找不到 你覺得到底是為什麼 以民俗來講也可以 但是我覺得比較牽強 以正常邏輯來講 就是把他衝到馬桶裡 可是也找不到 在他們大樓裡面的那些化粪池 他們去挖都挖不到 我那時候有聽過一個資深前輩 他有異想天開的講說 內臟的部分有可能被吃掉 但是我覺得電影看太多了 但是頭髮的部分這會牽扯到一個就是 我剛剛不是提到說可以用頭髮來做髮嗎 其實要不要防止鬼報仇是可以的 但是告訴觀眾千萬不要這樣想 千萬不要這樣想 鬼還是找得到你 陰間司法制度的成熟性 比你想像中要來得更久遠 千年了 千年來的養成 所以你不要講說 陳鋒德賴政凱說可以 錯別字說可以 我就這樣說 不可能 千萬不要亂學 我還是要先打針 因為老師說 其實有種叫控靈術 就是控制靈魂 就是說今天我防止你報仇最簡單 你那個靈魂從頭把你囚禁起來 我把你可能鎖在一個什麼地方 就像我們人體會被囚禁一樣 我就軟禁你的靈魂 那我要怎麼軟禁 我不可能拿著網子在那邊撈空氣 頭髮 它是個媒介 指甲 或者是一些體液 也有這樣講 衣服 這些東西是有辦法藉由這樣子的延伸 像我們剛剛講的心電感應 它也是一種延伸 我可以用這些東西取材 來代替你 然後可能把它弄在一個紙紮 或是人偶裡面 再去把它封住 這樣子就可以防止你跑來報仇 因為你人就在這個地方 你根本去不了陰間地府 你也報不了仇 但是有這麼一個解釋 但是你說一般人 你會控靈術嗎 我不會 你會嗎 你當然不會 我連寫那個符 可能靈我都會寫錯字 所以反正他就是 我殺了一個人之後 所以我把你殺了 然後把你的靈魂囚禁在一個 比如說稻草人上 然後你就一輩子就活在那稻草人裡面 就被全在那裡 那你就不能復仇 對 在法術上面 在茅山樹 或者是像泰國是有這樣子的 窮在裡面讓他負不了仇 就被灌在那裡 那你可能連投胎都不行 對啊 就是你的魂魄在裡面 控靈術一開始 不是用來設計做成 把你靈魂困住的 沒那麼無聊 那不然在幹嘛 那是為了養小鬼 控靈術最初是為了養小鬼 他把你困在這個地方 我祭祀你 或者是我把你困在這裡 你幫我做事 我給你東西 所以控靈術一開始是這樣 但是當然延伸出來 我可以控制你去做事 我可以控制你 給我二十小時都待在這邊 所以這是一個部分 但這個東西太難了 除非兇手是一個茅山法術高高高高層 才有辦法做到這一點 那一般的聽眾還是不要亂來 你在Google上面是找不到這種東西 你不要打控靈術然後搜尋 沒有這種東西 現在這種搜尋紀錄都被警方找到 你知道現在警方去家裡面查扣的時候 都會把電腦扣走 然後都會去看到搜尋紀錄到底有什麼 這個無法女魂 比如說Jasmine 她被剃成這樣一個沒有頭髮的 她到底能不能夠復仇 就是說她很怕 我很怕 不是說我很羞愧 但我們剛剛提過 不會有羞愧的問題 她還是可以去陰間裡面去找顏諾惡 還是可以做這件事情 她能夠去復仇 那復仇到底有什麼復仇 其實復仇在我們的上行 剛剛有提到就是有一個黑令旗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它不是真的一個旗子 它是一個陰間復仇許可證 好比今天我被幹掉 我很憤怒 你知道嗎 我是被人誣陷又被幹掉 然後我就是亡死 到亡死成之後 我就會跟陰兵陰將 我七爺八爺就舉手說 我要報仇 然後她就說你憑什麼報仇 我們就開始調查 調查發現你真的是亡死 好你確定要報仇 說對 我就排隊抽號碼牌 然後就領了一個陰間許可證 這個東西在以前叫做黑令旗 大家的印象就是 可能是一把黑色的旗子 但其實它不是真的旗子的形象 不是嗎 它不是 它只是一個代號的稱謂 說不定現在3C商品 在陰間它是QR Code 我申請到手機掃一下之後 我拿著這QR Code 然後我到了仇家的門口 仇家可能有門神 當下我QR Code給他一掃 你有陰間許可證進去 就可以復仇了 但是神明是不是真的都不能做事 其實神明可以勸和 他可以勸你要不要和解 就是你們和好不要再殺人了 對 因為因為商報核食了 對 他要進來 神明說OK fine 他還是放進去 所以其實大家不要認為說 我可以防止鬼報仇 在陰間的講法來講 其實是沒有辦法的 就算今天鬼他不報仇 在英國業障這些東西 甚至閻羅王那邊的紀錄下來 他有個生死部 其實到最後還是會回到你身上 在民俗上的講法 是終究會回到你身上 不回到你身上 也回到你的後代子孫 或你下一世之類的 了解 像這種黑令旗報仇 還有沒有類似的一些案子 其實很多 像我們那時候提到的 有一個是 我自己就有跑過一條新聞 雖然我那時候邊跑邊笑 但是我還是要尊重當地民俗文化 他拿這個黑令旗的不是人 不能是什麼 是一頭母豬 是洞口是豬 所以我就想說豬拿黑令旗 你也不能說他假 因為他有一間這樣的廟 豬母娘娘 對是豬母娘娘 母豬娘娘 好像專門在拜這間廟 簡單來說是因為當時母豬懷孕 但是卻又被人給殺死 肚子的小孩也沒了 他就不爽 母愛泛發 他就跑去申請這個 申請一個黑令旗 對 他一直狗狗叫 然後他結果後來申請到 然後鬧著村莊的雞犬不寧這樣 然後他們種的地瓜葉都被吃掉 反正搞到最後 他們只好蓋一間廟來安撫他 這是一個案件 但是我在後續 也有出過其他的新聞 甚至我在書裡面也有提到說 有一個女生他有陰陽炎 那時他在搬進這個大樓時 他有一天坐電梯上去時 他看到一個男生走進來 然後他進來的時候 其實在他跟那個男生中間 還站了一個女鬼 但是他其實已經見怪不怪 因為他從小看到他 所以就是都已經習慣 後來他就覺得不對 這個男的怎麼會去頂樓 你知道嗎 他不是去他自己樓 他是按頂樓 所以他那個女的回到家之後 就覺得怪的跑去找警衛 然後最後才發現那個女鬼 要害那個男的去親生 所以他阻止了這個男生的 一個發生的憾事 但其實這個女的是有拿黑令旗的 他是因為這個男的死亂中氣 然後害他懷孕 然後之後想不開跳樓 那怎麼知道他有拿黑令旗 因為他後續有講 那個女的就跑來找他 你管閒事是不是 好沒關係我弄不死那男 我來弄你這樣 他死了嗎 沒有他沒死 他死我我怎麼寫書 後來他就是跑去之後 種種故事很長 後來他跑去之後發現 因為他有拜師姐 後來師姐就 就細說 後來他就是有一次出差 結果他跟他老公之間 會用視訊幹嘛的 就是他老公 因為他沒有小孩 然後他老公說 我在想讓小孩洗澡怎樣 就他從視訊 就是LINE的視訊裡面看到 那個女鬼閃過他家裡面 他就嚇到 他說你跑來找我老公幹嘛 對不對 難不得我老公家裡養女人 不可能嗎 那就是那個女鬼 所以他就是很緊張 然後就趕快叫他老公 帶著他的小孩去 他的婆婆還約我們家 反正就先避難 他再趕快回去找師姐詢問 然後師姐再藉由神明去等等 才查到說你有點算多管閒事 就當初擋住了這一個人要親身 對 可是其實這個東西就有點矛盾 是正常來講 我看到一個鬼要害人 我一定先衝過去救人 誰會去拍那個女鬼肩膀說 你有黑定期嗎 你沒有的話我要報警了 所以這種情況下就是變得說 你很難去斷定 後來也是調解了很久 那女的才不去找這個女生 那女鬼才不去找這個女生麻煩 這件事情才算告一個段落 另外一個就是在觀音海水浴場 你有沒有聽過 沒有 在哪邊 好像在苗栗 觀音海水浴場他現在已經荒廢很久 然後那時候我們去做 是因為那邊有水鬼 反正老師說有水鬼我就去這樣 然後那時在做的時候 他說當時我還找到一個香港人 對 他是一個香港的靈異 因為香港有很多靈異廣播節目 他是之前靈異廣播節目的主持人 他也是找鬼的 然後他跟他一個香港法師朋友 然後還有我一個朋友台灣的 三個人就約去了觀音海水浴場那邊找鬼 後來找不到 還找到了一群小屁孩 小屁孩就在那邊沙灘喝酒聊天幹嘛 其中有一個就是說要跑去海水裡面玩 游泳 但其實法師已經看到有水鬼要準備抓他們 所以法師就有提到說 你想死你就去 他真的去了嗎 他後來就是被阻止了 水鬼就被送了 他那時就是不爽 但是當時他們有提到 這個東西不能百分之百保證 但是他們其實也提到說 有可能是要拿黑電機 所以那個水鬼才那麼明目張膽的來復仇 就是找那個法師 他那個時候就說那法師有現場 在旁邊有個白色 就是車子停 我要怎麼講 車子先停住 然後走下去海水浴場 他那時候他上車的時候 他們在旁邊燒紙錢 就是給Stay Sorry 但是他們怎麼燒紙錢 就是點不著 他紙錢沒有濕 就是你怎麼燒他就是點不著 那個火就是沒辦法 你看過吧 那個火可能燒一燒就熄掉 然後就這樣鬼不領情 就是老子不想收這個錢就對了 沒錢收你的錢 然後後來他還說 他那時候被人家拍一張 就被人家推一下 感覺很像是用這樣打下去 他背上還有一個指印 他當時那個法師有得癌症 可是已經治療好了 但是回到香港之後 他癌症又復發 所以他有一連串的治療幹嘛 反正搞了很久 然後那個女主持人 就是三個人 他會奇怪 那個法師怎麼那麼久沒聯絡 才去聯絡他 才知道原來在這段失聯的過程 你發生了這麼多事情 不是 那個法師不是應該道行很高小 應該很高小嗎 怎麼一個水鬼就被人家搞死了 我相信 那個法師應該不會聽你節目 我覺得他叫法師是自稱 他只是對民宿很有興趣而已 所以我個人覺得 因為我看過他 他說他只是對這個很有興趣 但他應該不是 不是道行高升的 可能等級只有3這樣的概念 對 人家可能水鬼是SSS 對 你越級打怪被秒是正常的 弄到那個 癌症都復發 其實說真的 不是索爾老師跟法師就很屌 沒有啦 也有分等級的 還是拿黑定期真的很強 那就是一個我可以去做主的事情 那是經過在陰間法律的一個許可 這是他們這樣的說法 但我沒有遇過黑定期 所以我又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強 所以我沒有拿黑定期的話 我要去復仇 那我會被擋住 會啊 被誰擋住 神明啊 門神就可以擋住你啊 我去廟裡拜拜 媽祖就可以擋住了 把神明要幹嘛 對不對 這樣子 對在這個講法是這樣 了解 叫神明被分屍 然後肢解成16個屍塊 像這種分屍 或者是像這種肢解 對於冤魂來說 到底會不會造成一個怎樣的影響 回到我們一開始 中間提到一部分就是 我不想讓你去報仇 所以我會挖你眼睛 拔你舌頭 那也有人會把你分屍 對不對 那他們的想法是說 就是我把你這樣做 你可能就沒有辦法 甚至投胎也不行 對不對 那這邊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其實老師有提到 你死掉之後 你的靈魂就出來了 從哪邊出來 正常講是天靈感 但我沒看過他從哪出來 所以我就說是天靈感 他出來之後 你再去動他的身體 其實是沒用的 我已經出來了 所以你把我的身體拿去變成絞肉 我還是這樣完全體 我還是可以去復仇 我還是可以去找閻羅網這樣子 對我還是好好的 你脫衣服 衣服還是在 是這個概念 對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 你是說他今天分屍的話 還有一個大家會講說 那他可能會去找屍體 為什麼你常聽到 像苗栗扶輪廷這件案件 這個很有意思 這個案子到底始末是怎麼樣 也是一個夫妻還是情侶的兇殺案件 男的就把女的給分屍 分屍完之後沿路丟屍體 然後沿路丟屍塊氣屍 其中氣到一個地方是伏仁廷 但我有點忘記是他左手還是右手 後來延伸出一個鬼故事 很經典是有一個大夜班的男生 上完大夜班之後還是小夜班 他就騎車跟朋友約去路衝還是夜遊 對 他就是看到了 在伏仁廷那邊有個女的跟他招手 然後他招手之後他就停下來說 小姐這麼晚了一個人危險 就那小姐說幫我招手 他說你說什麼我聽不懂 幫我招手 他發現他沒有手 然後他才發現靠那是鬼 他才嚇到騎車落跑 後來就延伸出這個女鬼 會在這邊招人招手 好像不只一個人遇到是不是 對 我跟你講 因為我有個拳擊隊的學弟 他就是苗栗人 他就住在那附近 然後咧 他不可以遇到吧 他沒有遇到 但是他說他那個地點 就是他們那些年輕人 因為他們其實沒有到大學 他們高中在騎摩托車 但是他們不會去那邊 會怕 他說那個是真的從爸爸那一代 到他們自己同學 都不會去靠近的地方 他說那也是在山上那個亭 那不用去找他已經拆掉了 現在已經不見了就對了 我去訪問的當下的時候 他就已經拆掉了 只剩下殘骸在路邊 我有排到 但是我也找不到那女 後來他的手有找到嗎 沒有 找不到 就真的完全找不到 對 為什麼會講這個 因為有一句話叫西朗底 死人執念的執 意思就是我在死前 可能看到我被分屍了 那我就想找回屍體 所以我就一直去做這件事情 或者是說我今天感情被騙 我被陳鋒德騙了感情 對不對 我就難過 我要是騷掉的時候 我就會想陳鋒德 我怎麼能讓我騙我感情這樣 我就會去找西朗底 所以有人說 因為死要流全食的觀念下 會讓人死後 會去一直找屍體是這樣 所以如果像苗栗的弗倫廷的女師 她是被手腳都被剁掉吧 對 分成幾塊我一定忘了 那她假如腳沒有找回來的話 或者是她這樣被分屍 會影響到她去復仇嗎 基本上有可能會 怎麼說 但是這個東西在老師他們跟我聊的過程中 就是比較不方便去做 你可能掃一隻腳 你光走去一條路程就比較久一點 可能是這樣的想法 但其實他們也是認為 其實沒有 那都是兇嫌自己在多加的 她復仇這是一定可以 而且有一個科儀是可以把你的靈魂煉成完整的 科儀是什麼 科儀叫煉什麼 科儀是法術 我們都說什麼招財法桃花法 那簡單講就科儀比較專有名詞 你把它講成法術 有一種法術是可以把靈魂煉完整的 因為像說 只要留全屍是華人的觀念 可能今天地震天災人禍等等的 我的新人屍體沒有完整 但是我真的找不到她的屍體 但是我又不希望她在陰曹地府是無全屍的 可能在投胎之後就會反映在下意識 她就會用這種法術把她靈魂煉起來 用水跟火去煉出她的靈魂完整度 是真的有這個法術 讓她之後可能在陰曹地府可以正常行動 所以說今天如果她真的要這樣做 我可以把你煉成完全體 你就可以去復仇 所以基本上你再去把人家分屍 只為了防止復仇是有點無稽之談 但在辦案的角度來講 比較像是讓警方找不到屍塊 沒有辦法抓我 一般站在這種兇手的角度 好像都是為了方便丟棄屍體 我們之前聊過的案子大多數都是這樣子 他們怕因為可能要塞洗禮箱 那塞不下 他們就決定把大腿骨什麼的 然後砍一砍 然後才帶出去 像板橋分屍案也是 他就砍完之後分別裝在塑膠袋裡面 然後才丟棄到他的後花圃裡面 所以不過站在民俗的角度上 好像聽你講剛剛又分成兩派 有一派其實老師說沒什麼用 就是到底分屍完之後 靈魂還是靈魂 就是你早分屍晚分屍 對於靈魂的復仇來講 都沒有什麼差別 沒有差別 但也有可能是這種 如果我在你可能死掉之前 就把你分屍的話 那你可能沒有腳 你可能就沒辦法爬 你就只能用爬的而已 這 好像也有一派這樣的說法 那到底哪一派是真的 其實現在各有支持 但你問老師的話 老師應該也是都各有說法吧 其實基本上這兩種說法都有 生前把你給處理掉 然後你就不是完全體 因為我剛剛提到 你死前的那個狀態 靈魂一Q出來就是那樣子 但是我剛剛有提到說 他可以用法術把你的靈魂給修復完整 二來就是其實到了陰朝地府之後 一樣會有陰間的司法單位去處理 所以比較多的情況下 都是人家覺得說 我今天把你給殺害分屍 都是為了方便運屍 你剛剛有提到 但是你知道我爸爸是警察嗎 對 我知道 所以我爸其實有跟我聊過說 他們之前辦過的案件 類似分屍案件 聽眾應該也知道 我想一下上一集 有提過 因為有提到說你爸爸 去追一個菜市場吧 對 他那個是託夢 菜市場的一個兄弟 男友把女友勒死 然後我爸有提到說 他那個年代就知道說 你分屍就是為了運屍 但是很奇怪的是 兇嫌在路比路的時候 有些就是會提到說防止鬼報仇 所以警方當時也會嚇到說 原來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還會有這樣的想法 然後又被媒體渲染 像我們嗎 像我們的現在渲染一樣 所以就是像我們這樣子 所以才會被大家覺得說 所有的分屍都是為了防止鬼報仇 沒有這回事 這邊還是要講一下 基本上沒有到這樣子 那喔 好了解 那可是像Jasmine 她的大腿骨一直都 原本有找不到 後來是透過這種殯葬業者 然後到現場 重返現場之後 她有一些感應 才在水溝裡面找到 如果假如真的有靈體存在的話 他們對於能不能夠找回全屍 他們自己會是會有感性 還是我死了 我的屍體是不是完整的 對我來講 其實也沒有什麼差 其實當然我們現在 凡人在死要留權屍這個概念 就已經很根深蒂固了 對不對 可能在 因為我們畢竟沒有訪問過鬼魂 所以我們不知道他們的想法是怎樣 但是你說這起案件的時候 會讓我聯想到 在921前後有發生過一起分屍案件 對 那條新聞我有做到 它也很懸 它那條新聞是當時在地震的時候 它其實分地震前後 之前就有發現屍體 你說在921地震之前就有屍體 就有在河上面湖上面 有漂流屍塊 然後那時候警方就開始 這個分屍要處理 就還沒處理就 921就來了 然後921結束之後 他很忙 他就忙著修復 那時候更大 然後這件案件就被擱著 後來過了一陣子之後 就是有一個工人他載著一些 有一個船夫還是什麼 載著工人去修復一些東西 在島上修復東西 結果沒想到 他在修復的時候又發現屍體 是一隻手 當時他看到那個手的時候 他想說會不會是什麼塑膠模型 但是當那個手飄過來 你看他的毛細孔跟組織跟骨頭 你就發現那絕對不是模型 他就嚇到 他就趕快從島上坐船 然後到岸上再搭車去報警 嚇壞了 對 這麼久的時間 回到那現場 那手還在 你說還飄在河面上 對 就飄在他當時發現的地底 就好像卡在那邊 他的解釋是說 他好像就抓著那邊 就是說因為那時他在報警前說 你等我我去找警察 他有講這樣的概念 所以那個手好像就是在等他回來 他是這樣講 這是第一個怪異 靈異點 後來在警方開始辦理想說 那乾脆把這兩起 剛好都是同一個合併起來一起辦理 就一合併發現 原來是母女三人 那屍體是母女關係 這些屍塊 有很多屍塊 後來拼湊起來發現是三個人的 對 是母女 媽媽跟兩個女兒 後來才再去追查 那你母女被分屍 誰是頭號嫌疑人 另一半 爸爸 那時好像是他的另一半 所以馬上就破案 這個件就破案 但怪事在後面 就是當時你還記得幫忙去報警的男的 他那時候就是在他們的村莊的時候 他有習慣是喜歡去賭一下 賭一下 小賭 但是他每次賭的時候 逢賭必贏 他就覺得已經怪了 怎麼會運氣好成這樣 但是更怪的是 有人說你怎麼賭錢 還帶兩個小妹妹 當時他就覺得說 你們就是因為看我贏錢的調侃我 他就不理他 過一陣子之後他又再去賭 又贏一堆錢 又有人 而且是不同的人跟他說 你怎麼帶你女兒來 他以為是要女兒還怎樣 他們就跟前跟後 叫你下哪就下哪 這麼厲害怎樣 他才覺得不對勁 為什麼這麼多人說我旁邊有兩個女的 真的有帶去嗎 他怎麼會知道 我說他真的有帶人去嗎 他沒有帶人去 他是一個人去的 後來更怪是他在路上的時候 他就有遇到一個 他們的村莊的一個女生 我知道你你知道我 但是彼此之間沒有打熟悉陌生人的概念 就那女生竟然就直接跟他搭訕說 你贏很多錢要不要請我吃飯幹嘛 他就覺得你頭壞送報幹嘛不好 沒想到後來變老婆 所以他真的是有錢又娶了老婆 後來才知道說可能就是那兩個女 當時他找到屍體是兩個女兒來報恩 你說那兩個小妹妹 對 來報恩的概念 所以在賭場裡面才會看到說 有賭客看到說指點他說要下哪邊 可能就是他的小妹妹來報恩就對了 對 他們就覺得說你會贏錢又會娶到老婆 應該跟這兩個小妹妹有關 因為是兩個女生 然後他事後又回到現場再去燒指錢 謝謝 好 那個我最後因為現在是鬼月 我想來談談鬼月 好 你有看過可可夜總會這部電影嗎 看到後面還哭 他在彈琴給他奶奶的時候 Remember me 眼淚有流下 其實聽眾如果沒有看過這部電影的話 我簡單講述一下 他其實是講述墨西哥的亡靈節 墨西哥他們當地的習俗認為說 死亡只是生命的一部分而已 而亡魂可以靠著活人的記憶 永遠存在群體之中 意思是說如果我記得我的阿嬤 或者是我記得我的阿嬤的話 那我的阿嬤永遠就會存在 可是如果我的家人們都忘記了我的阿嬤的話 阿嬤就會在可能在陰間 就魂飛魄散 他就完全消失了 沒辦法存在了這樣子 他裡面講述的核心觀念是這個 他們其實在11月2號亡靈節這段期間 也就是這些亡魂們 就是還有人記得的亡魂們 就可以重返人間跟家人相聚 整個國家也都會舉辦一些眾多的慶典 然後家人也都會首頁 然後來等待過首領 然後來等待這些亡魂們的歸來 所以他們是有一個蠻成熟的關於 這種等於是我們的鬼門開就對了 他們其實也是一種鬼門開 其實這一部是我相當喜歡的一部 皮克斯動畫電影 但是我最喜歡還是其他兩部 我最喜歡的是Inside Out 還有一部是去年上映的 就是靈魂機轉彎 這兩部我都很喜歡 對應起來像華人我們自己的這種鬼門開 跟像墨西哥他們的這種亡靈節 好像有非常多相同的地方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邏輯是通的 都是思念亡者 然後都是簡單來說就是鬼魂放暑假 然後鬼門開了可以來到陽間 happy happy 然後大家就開始拜 那有些人會覺得說 那這些鬼幹嘛 每次要來從陰間受苦 然後回到陽間有吃有喝有玩 那我想要見親人就回去見親人 那有些人就會提到說不對啊 我平常去地藏王菩薩那邊 或是我的祖先排位那邊 我的賴家祖先職位 我不是這樣去可以看到 看到我那些爺爺奶奶他們 沒有錯 你去那邊是可以看到他們 他們可以看到你 但是今天你回家的時候 他們不能跟著你回家 那如果我在家裡面又有一個祖宗寺 那就可以 他不能出來 不出來 那全部鬼都到時候 世界大亂了 所以今天他的鬼月就是有點讓你說 讓你們出去 然後你可以去看看你的親人 你要報仇就報仇 那沒有啦 就是說這樣的情況下 所以他會有這樣的含義在 那當然有一些就像你講 他可能被遺忘了 對不對 他今天被遺忘了 所以就是他沒有人記得他 那就有點像孤魂野鬼 就是這樣概念 那當然網路上面最夯 應該說前一陣子就有人提到說 那是朱元璋在那邊吼爛你們的 對啊 我有查到這樣的 對 其實那時候我對這個有興趣 我就有去問老師 在台中教養 我們先講一下 到底為什麼這個朱元璋 他那時候是怎麼樣好了 他們簡單來說是朱元璋認為說 發願七月是一個望月 極月 我要吸收日月精華 然後成仙的這種概念 朱元璋這個野心 但他發現不對 你們這些人半夜就跑出來 一起跟我share月光什麼的 這樣不行 你說他想要一個人在晚上 吸收日月精華 他想要吸收整個月份的精華 不想要share讓他一起吸 所以他就講了一個東西說 這個月份鬼會來 然後就全部跑掉 只是這樣的形容 大家就不敢出門了 他就可以自己在那邊 我不知道 可能脫光衣服在月光才跑步之類的 好 不管 反正我不知道朱元璋那時候 他在想什麼 但簡單來講 他這樣的行為其實後來被推翻 怎麼說 有源自於一句話就是 當時有句話叫做 古來七月天子葬 那時他們就翻譯就是說 天子要葬的話 要下葬說在農曆七月下葬 是一個非常好的月份 對 可是其實楊登科老師他就有提到說 其實他這樣翻譯是不對 他說七月不是指夏天的七月 是指七個月 是七個月後下葬 不是指夏天的七月下葬 這本是出自於李記的王志篇這個地方 他有這個想法 所以七月下葬是大吉 所以朱元璋這樣做 然後怎樣這樣 這樣脈絡就不痛 其實在這邊被推翻掉 他是七月是指七個月 所以可能死後七個月才適宜下葬 對 但當然我也覺得 古代這樣七個月四季不就爛掉了 但我這我不管 不是他們 但是就像前一彎下葬 所以七月這個是朱元璋編出來 這就是不對的 但是台灣的這個鬼月 有一點牽連到張權 以前我們講張權蟹鬥那個張權 對 張權蟹鬥 沒錯 張權蟹鬥 還有說我們那時候從大陸來 不是會經過黑水溝 會死很多人 所以其實張權蟹鬥死很多人 然後那些渡過來的 移民的 然後也死很多的 那是不是他們的親屬那些都不會記得他 那他們就是孤魂野鬼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台灣陰廟很多 就是在拜這些 就是可能這邊發生了一群人在蟹鬥 然後死後沒人祭拜他 孤魂野鬼沒東西吃 他就會開始作亂 就像吃地瓜葉 半夜在那邊鬧 所以他們就去蓋廟 蓋廟有香火鬼就不會鬧 這個邏輯是這樣 你要是不給有香火我就鬧 就是這樣 因為我沒有後代祭拜 我很好奇 這些鬼到底是 他們靠吸這些香就可以覺得很爽是不是 好問題 我不能這樣講 之前有個叫通靈少女 蘇菲亞 他就有提到這些 所以他其實提到的東西 有人說其實鬼魂是吸味道就會飽 他不是像我們印象中 我放個氣球便當 他就拿筷子在那邊打開 然後那邊啃 沒有他吸味道就會飽 但也有人說他是像活人的概念 他之前是怎麼吃東西 他死後就怎麼吃東西 所以基本上不論怎樣 他們就是要有香 要有人祭拜 然後要有人燒紙錢 他要零用錢 所以他們是需要這些東西的 那也因此才會有普度 最後才乾脆辦一個七月的鬼月 這種概念 他是慢慢這樣子一步一步衍生過來 才會台灣的鬼月 所以一開始這些鬼門開 然後鬼魂們出來之後 他們原意是要讓他們出來見親人 有些是見親人 然後有些是受 像我是孤魂也孤 我沒親人 對啊 那我還可以出來嗎 他還是出來 他還是鬼 我聽說你有親人 你還出來 我沒親人我就被關著 我以為是像那個亡靈節一樣 你沒有親人就被忘記 你就消失了 但是他還是可以出來 但是我們沒有亡靈節的概念 他還是出來 但是你出來沒人拜你就會鬧 所以我們就會辦普渡 對不對 就是辦普渡 所以他才說什麼 好兄弟吃喔 不要來鬧 不要來找怎麼樣 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因為其實我家裡面 我家在高雄 老家在高雄 那在農曆七月的時候 我阿公都會 我們家有一個很特殊的開關 那開關按下去之後 掛在我們家外面的一個電線杆 上面的一個燈 就會亮起來 我知道 他是直隱鬼魂走路燈 對 我感覺 因為我看家家戶戶好像都有 但我搬上來新北這邊之後 完全沒有看過 完全沒有看過 我也沒看過 我是有一次去金門 我去金門採訪 去一個什麼鬧鬼的大理石的 什麼花崗岩醫院 那邊鬧鬼 然後就去了 反正那時候去發現的時候 半夜就跟攝影在那邊閒逛 發現他怎麼都有一盞一盞 後來攝影才跟我說 那個就是給鬼走回去的路燈 因為我一開始不知道 然後我後來想說 為什麼只有在董立七月的時候 我家裡會突現這個燈 就以往那個燈 是沒有掛在電線桿那邊附近的 那邊野銷把他關掉 沒有 他說晚上要開喔 就是要把他打開來這樣子 所以後來才想想 原來是要指引 可能祖先們回到家裡面來 對 如果沒有家裡面可以回來的那些鬼 就變孤魂野鬼 就會亂就對了 就是有點像說 我家裡開燈 有人等你回來這種概念 其實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 人家都說什麼像現集點 威力財又出來了 大家招財那就是過年會招財 但你知道鬼月其實是招財的好方式 好時機喔 為什麼鬼月會特別可以招財 這個扯很久 你應該有印象在以前大家樂的時代 大家會拜神 我跟你講我還真的沒有經歷過什麼大家樂 對不起 我們年紀沒有差很多吧 我應該是從你講 你應該聽過大家樂這個時代 他們會去拜神 他們也會拜什麼 拜鬼求名牌 所以其實在鬼月的時候 一堆孤魂野鬼放出來之後 他們沒人去祭拜他 我今天如果我可以多做一些事情 我買多一點 說拜給我祖先 我也甚至再多一個普渡 拜給一些孤魂野鬼 或者是我普渡的時候 我多花一點錢去燒一點紙錢給他 對他們好一點 這種概念就有點像是 我有錢我去給錢捐給孤兒院 捐給流浪狗 但是狗比較不太會來報恩 孤兒有可能之後很早 他長大之後 但是他們的觀念是 你今天幫助這些孤魂野鬼 他可能有個叫無鬼運財 你有聽過嗎 有 他們可能就會在這幫你報答你 因為鬼對你的好處就是 最直接就是給你錢 他們立即性的馬上報答你 他不可能說我保佑你身體健康 當然也有可能 但基本上最常聽到就無鬼運財 所以在這個時候你普渡多做一點 或者是你就是像說你辦一桌是給祖先 一般桌是給孤魂野鬼吃的 等等的 甚至你去有一些法師 有一些廟宇他們會辦一些普渡的一些活動 民洋活動 民洋利活動 你就是參加 然後捐點錢這樣 那些孤魂野鬼他就會報答你 那很有可能就是在你工作上面 業績或者是你順利排除掉你一些不好的東西 讓你比較順利去達標 其實在農曆7月的時候 幾乎每一家大公司全部都會辦普渡 對 沒錯 對嗎 就是這個概念 就是為了要去無鬼運財就對了 我先不求你運財 但只要求你別鬧我 不要鬧 先不要鬧再說 先賣鬧 那你沒事別鬧 你有空再幫我運財 OK這樣 所以基本上看 對啊 有規模的公司都會這麼做 有大廟都會這麼做 社區也會這麼做 我們最後來談一下 到底鬼月有沒有一些相關經濟 既然你這樣講的話 感覺鬼月其實也沒有什麼 他們就是出來吃吃喝放暑假 對啊 就是這樣 所以我去海水浴場玩也沒有關係 不行 這個要扯另外一件事 但是我覺得 好 我們先講海水浴場好了 像最有名的大爆溪 那個抓交替熱點 對不對 很多人都覺得說 抓交替就是一群鬼在那邊排隊 有沒有 1 2 3 4 5 然後今天有個笨蛋跳下來 我先抓 我就把他抓下去 然後我就可以投胎 很多人都這樣想 其實這是不對的 不是嗎 對 今天你這樣想 我親生 我自己結束生命 然後我今天在那邊等著 有個笨蛋來了 我把他推下去 我就可以投胎 怎麼可能這樣可以投胎 不行 第一你害人 第二你自己親生 你就應該自己要去承受 你接下來的這個 像你可以活到80歲 你20歲親生 你有60年你就要一直去循環 你說可能在陰間裡面 就要循回60年的這個過程 對 就是可能你就是 像你是跳海的 對不對 我今天在那邊跳下去 你就一直跳 跳到最後你可能會有碟式這樣 對不對 你就一直跳 所以沒有道理說 我今天跳海了 我抓一個人 我就可以換他來 那個人不是很衰 所以基本上抓交替 不太像是這個概念 抓交替應該是說 它有個巨大的能量 就是一群鬼在那邊 泡在水裡面這樣 大家這個能量是比較負面的 對 都是在那邊死過的人嗎 對 他就聚集在一群能量 因為今天可能像說 這個房子裡面有人過世 他可能親生 他這個能量就會在這 他如果沒送走 送乾淨他就在這 那下一個人來 這個能量本來就是負面的 所以當住進來的人 他開始心情愈足了 你有分手了幹嘛 他就容易被這個能量給影響 他被影響之後 他就可能會開始被這個能量牽著走 他就又親生了 對 又親生了 又兩個了 廢話那兩個能量在這 我們那邊更大 所以你又沒送走 他就這樣邏輯 循環下去了 累積了 所以今天像說 為什麼鬼越不要去海水浴場那邊 因為很多好兄弟聚集在那裡 他們可能沒想要幹嘛 他們只在那邊泡水而已 泡溫泉這樣子 負能量太強了 所以你到那邊流的時候 你很有可能就會被吸進去 所以你就莫名其妙 變成好兄弟 大家多一個團圓這樣的概念 所以還是不要靠近海水浴場 是因為那個地方容易聚嬰 當然你也說人有好跟壞 鬼也會 今天就是想要弄你 就想要去害死你 對 他也沒什麼道理 他就是想弄你 他也有這種道理 所以就是說 那當然不要去就不要去 但他不一定可以 因為害死你之後自己就投胎 沒有 民宿上他們老師這樣講 我是覺得對 沒有道理說害死人就可以投胎 因為這樣的假設的前提是 陽間的人口是一個固定的基數 對 就是比如說我們人口就只能有 台灣人口就只能有2300萬人好了 可能在陰曹地府裡面 有一個平衡概念 可能有非常多人等著要投胎 你要有人死掉 你才能有人來換上來就對了 這個感覺是這樣子 就是你要殺掉一個人 自己才能夠投胎的概念 當初很多人 我以前也是這樣認為 但其實後來我解釋完之後 我覺得如果這樣 那不是所有的鬼都在蠢蠢欲動 一直想殺人 每天都是想殺人 你這樣講好現在生育率低 那我不生你怎麼投胎 對啦 那你說你沒有人投胎 你就投胎 如果我不要生肌病 我當然是概念是這樣 所以說其實後來我這樣講 想聽聽 其實是能量影響 比較大是能量影響的觀念才產生 水域還是少去 包含海水域長或者是一些溪邊 24小時都不能去嗎 還是有什麼樣的概念 能不要去就是不要去 就避免 還有很多禁忌 其實禁忌真的講不完太多了 但是我這邊跟觀眾導一個觀念 我沒有要抨擊誰 只是我們有時候可以去稍微思考一下 一些問題 像說我曾經聽過有一些人認為 什麼鬼月不要吃冰塊 有這種說法 然後我當下聽到之後我就 他說因為冰塊是一個什麼水域邊 再加鬼會引水鬼來 喔 真的 然後我想說你好有創意 但是我的民俗老師聽到都是心裡就是 可是新聞還是爆了 還是有人信 所以我就覺得其實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就是有些東西真的不是 他這樣講字面好像有道理 像說不要用什麼香蕉禮子 什麼招力來 什麼鬼這樣拜鬼會來什麼 那你拜拜就是要找鬼來拜 所以其實有時候可以去思考一下這樣 不見得是這樣 當然最常聽到就是吹口哨 因為那個音頻跟好兄弟是一樣的 你就不要一直去吹口罩 或者是你就不要去 明知道鬼月還要去廢墟 去鬼屋探險就像我一樣 我很替你擔心 我是因為工作關係 跟我之前去基隆 在鬼月之後去基隆的一個廢棄眷村 還真的發生事情 是喔 發生什麼事情 我之前去基隆有個廢棄眷村 然後廢棄眷村它 眷村的長相像骨牌這樣 一動一動這樣對不對 然後那時候我們進去的時候 我們車子先停在一個路燈下面 然後我的駕駛 你知道駕駛會留在車上 攝影跟我文字 還有一些團隊老師就進去 裡面看這是採訪 對這故事講很多次 但是就是真的很經典 然後我們去採訪完之後再出來 然後成員就是我跟老師 還有什麼一些這樣 出來之後那個駕駛開車 載我們要去另外一個點 那時候是深夜 鬼門開11點之後 然後我們要去另外一個點做拍攝 結果那個司機駕駛大哥就說 剛剛有個女的去找你們 你們有看到嗎 然後我就跟我攝影師這樣說 誰 然後說有 他還形容得很仔細 他說很高 沒有眉毛 穿毛衣 夏天穿毛衣 然後拿襯衫把頭整個圍柱子 露出眼睛 然後提一個塑膠袋 然後他就往你們採訪的房間 這樣走進去 然後我們想說 我們從頭到尾都沒人進來 然後我當時開玩笑就說 你見鬼了吧 結果那個駕駛還跟我說 沒有我沒有見鬼 那個是人 我剛剛看了三次 然後其中一次是我下車在動一動時 他從我旁邊經過來跟我對眼 但是我就打從那刻就覺得 他一定是見鬼 所以就是在鬼月的期間嗎 就是在鬼月期間 當天我們就去鬼屋採訪 然後我的駕駛就撞見 然後我就傳 因為我的攝影在後面 我傳說你覺得他見鬼 然後我的攝影就回我說 我已經把護身符握在手上了 根本就沒有遇到這個人 但他就篤定說 有這個人進去裡面找我們 你沒有在跟他講說 你們沒有看到他就對了 我們其實 我又想跟他講說 那真的是鬼 但我想說算了 不要讓他怕 我那是真的講到你會怕 你到時候怎麼樣 那算你當他是人就人吧 說明是皆有 這樣解釋也可以 好啦 其實我們今天跟賴凱桃 聊了蠻多面相的 從一開始的心電感應 到回屍分屍 一路聊到鬼月 其實我自己是屬於這種無神論 我自己屬於無神論 但我比較特別 我是屬於怕鬼的無神論 我雖然你怕鬼 但是你不相信有神 我不相信有神 那誰來保佑你 我不知道 但我怕鬼 我認為鬼不一定會害人 但他們可能是另外一個空間的人 但其實 對 不同次元 是幾維度 但我不相信有神 這個就很矛盾 我跟你講 我跟妳有點像 我以前很相信有鬼跟神 但是我做這個民俗記者 我早歸早了四五年了 我開始懷疑了 你知道嗎 你還是覺得可能會有 我覺得是好像沒有 真的嗎 你會覺得很矛盾 你找鬼人這樣 越早越覺得沒有是不是 因為我必須講 第一 我自己沒有親眼看到 但我不是TK 我相信有 你有算過你八字嗎 我八字沒有算中 沒有算親 好像普通 但是我第一 我沒有親眼看到 所以我就沒有 因為記者就是一定要有那個 對我們要眼鏡為瓶 對 所以我就覺得我沒有看到 我一直聽你們講 那個附近有鬼 我要趕快去找愛真凱 沒有我還是相信你們存在好不好 我還是非常感謝你們帶來陰陽調和 但是我沒看到我就比較會懷疑 第二是很多人說他是神 很多人說他是雞同 什麼神之人員 但是我看到的假的比真的多 我看到太多神棍了 因為你看久你就知道 這是神棍 這是真的 但是我發現神棍雞同那些 假的真的很多 他們都怎樣騙人 有一些東西其實是你一聽久 你就知道他是真的假的 太多這又可能扯到另外一面 但是我又覺得說 所以久了之後 我也開始像你一樣 我相信他們在 但我沒看到 所以我不會百分之百信 我還是會存疑 而且也有一派說法是 其實所謂的神明 這樣有點不敬 但是這是一派說法 所謂的神 其實就是大隻的鬼 就是吸了最多香的鬼 對 你可以這樣講 就是他已經升格成很大字很強 對 所以他可以控制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尊稱他神 有這樣的說法 對 對啦 媽祖還是媽祖 公公還是公公 我們還是這樣子 我們沒有要得罪任何宗教派 其實不管聽眾信或不信 其實我覺得 鬼月期間小心一點 還是要小心 別太鐵齒 總是沒有錯的 哪怕我 我會怕鬼 或者是我無神論 但我其實鬼月期間 也都還是會少去水邊 尊重 這是基於一個尊重 但好啦 不管怎樣 希望大家鬼月出入平安 在海邊 你站在岸邊看辣妹就好了 希望聽眾在聽這一集的時候 賴凱應該採訪回來了 沒有 我明天才要去 你在聽這集的時候 你已經回來了 我會報個平安 要不我們會在IG上跟大家講 應該艾凱很平安 對 那請大家鬼月期間 也是多注意一些禁忌 那出爐也小心 那這一集的我在案發現場 就談到這邊 謝謝錯別字的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那如果聽到我們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歡迎到臉書以及Instagram搜尋 我在案發現場就可以追蹤我們 掌握更多案件消息 可以跟福德聊聊 給我們建議 各社區平台上按下訂閱跟五星評分 就是隊友們最好的支持 如果在Apple Park上面留言 我都盡量在節目中給出回覆 也感謝聽眾推根給雙旁的好朋友 一起來聽聽看我們聊案子 案發現場 我們再次再見